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无症状HV感染这期呢 又叫潜伏期 它一般的时间就是从几个月 可以到几年不等 一般的潜伏期呢 一般来说都是八到十年 但是不同的这种潜伏期 它的这种发病和不发病的这种影响的因素呢 就跟很多的因素相关吧 比如说它的这种感染的途径啊 等等像这些都有很大的关系 还有就是它的机体的免疫功能状态啊 它的这种生活规律不规律啊 这个病毒感染的时候呢 当时呢 这个病毒的这种是哪种形别的 因为这种病毒啊 它有很多很多的这个HV 这种病毒 它有很多雅形的 还有当时感染的时候 病毒的量的多少啊 还有这个病人的这种 原来的身体状况好不好 如果原来身体状况还是比较好的 那可能发病相对可能就比较晚 所以像这些因素吧 都跟这种 刚才说到的 它的进展 对吧 基本感染者的这种进展 这种时间吧 和它发病 有明确的这种相关性 感染者的病毒 感染者的病毒 感染者的病毒